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这样超级巨大的风机叶片 又或者是像这样零次致比的光伏版 随着外出样片拍摄的增多 我们经常能在路上看到这些令人惊叹的能源利用方式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正经地拍过 也没有带你来了解过它 所以这一次 我们想要深入探索祖国是如何利用这大好河山的各类资源 来进行发电的 不仅如此 我们也想把这些不同来源的电能给收集起来 装在一个轻便的容器里面 虽然都是电 但是它的意义会有点不一样 那正好这次我去到了Anker公司的总部 拿到了他们最新发布的Anker Prime充电宝 小巧便携 非常适合本次旅途 于是我们一拍即合 欢迎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电从哪里来 我想如果你曾经在网上冲锅浪的话 你多少应该看过这篇文章 逆天的音响爱好者说过火电的声音偏暖水电的声音偏冷 这个说法正不正确我们先放一遍 但是这一次我们真的来到了它文中说的火电里面音质最好的北轮电厂 这里曾两度成为国内最大的火电厂 作为一座现代化特大型火力发电厂 北轮发电厂的火电总装机容量为534万千瓦 在满发的情况之下 发电一小时就可以得到534万千瓦时的电量 也就是534万度电 今年入夏以来 全厂七台火电机组每天的发电量 大约在一个亿的千瓦时 大概相当于两万户家庭 一整年的用电量 那么规模如此庞大的火电 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呢 说实话 这个火电近乎是完美地利用了热力学原理 那想要完整地解释其中工作流程 我们很难做到 但是我们会竭尽所能 为你来呈现一些关键的部分 那首先 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炭会通过船运送到码头 在卸船机的帮助下 将煤放置在树煤栈桥之上 然后输送至转运站 由于不同机组有各自适合的煤炭种类 转运站会将不同的煤种按照类别 输送到一个个像这样非常赛薄的 全封闭调形储煤厂 储煤厂里的全自动抖轮堆取料机 在依据需求 将煤通过这样的通道 运送到锅炉房里的制粉系统 但是这里 煤会被粉碎研磨成比面粉还要稀的煤粉 并在热风的包裹之下 吹到锅炉里面进行燃烧 那紧接着 燃烧带来的热量会让管道里的水沸腾 产生蒸汽 那最后蒸汽进入气轮机使其转动 气轮机再带着同轴的发电机一起来转动 就这样 所以没错就是传统的把水烧开 然后进行一步切割此感谢 高中指示 当我们近距离站在这钢铁住口的巨型驱峭前 你仿佛能够感受到从地面传来的微微震动 那是无数蒸汽轮机高速运转的脉搏 当暮色降临 星星点点的灯光在设备之间亮起 或许其他能源进入了夜间的低谷期 但是北轮电厂作为华东电网的主力电厂 却从不沉睡 它像一颗强有力的心脏 默默支撑着长江三角洲的运转 尽管我们的火电站已经实现了常规污染物 比如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 还有粉尘的超低排放 但是碳排放依然无法避免 那么为了我们共同的地球 一些清洁能源的开发 就成了电力的新方向 所以在火电站 我们将Anker Prime充电宝 充至33%电量之后 我们踏上了清洁能源的搜寻之路 说到清洁能源 水电大概率是最先被想到的 目前我国的水电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但除了水电 我国还有另外两种发电方式 正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快速崛起 那就是风电还有光电 这真的很离谱 我们想带你看一下 下一站 我们将前往中国最大的风电基地 甘肃九泉风电基地 这是我第一次在甘肃遇到这么大的风 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站在一个 100米级的风力发电站的下面 这个叶片实在是太大了 有80多米长 他们说只要转上这么一圈 它就可以发出9000瓦时的电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我日常拿在身上 我自己用的Anker Prime 大容量充电宝 能给很多东西供电 它只要转上一圈 能够充满257个这样的充电宝 他们说话的时间里面 已经有上千人的供电需求 日常数码设备都能被它满足 但它只是一个风机 转上一圈 我必须点无人机来带你看一下 甘肃这里有多离谱 这个超级无敌巨大的风力发电厂 一个风力发电机组大体上可以分为风轮发电机和塔桶三个部分 而这个风轮上的叶片它真的超级超级大 而且要专门的风叶车来拉 这个过程就非常的魔幻 那你会不会有这个疑惑 一个如此巨大的风机叶片 是如何在风的吹动下转起来的 当风吹向脚叶的时候 你会看到 上一面空气流速高 压强小 下一面空气流速低 压强大 上下的压强差 使得叶片产生了生力 叶轮也因此在风的吹动下转了起 而随着叶轮的转动 它也会带动发电机转子旋转 我们就得到了风电 这个还是切割词感谢 所以王老师花这么大心思 跑到这种地方来这么大风的地方 主要就是为了这个风吗 这边主要相当于 南边的话是接连七连山贝 北边的话是有马刀山的山贝 所以说有管道风的 所以说它风向比较平稳 所以这个灯塔它是怎么的 你爬上去吗 我们里面相当于有免滑器的 我们里面进去看一下 可以去看吗 新的新的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走进这样巨型的风力发电机组 以前都只在高速上路过 但现在是真的可以进去了 进来了 世外桃源 和我们想象的爬梯不太一样 现代的风机里面其实是有像这样的免滑器的 工作人员只要穿戴好安全设备站上去 就可以一路伸到风机的顶部来进行作业 每当疾控室发现有风机出现异常 值班的老师就会不辞辛苦地赶到风机脚下 有时候为了维修特定的部件 他们甚至会顶着大风 行走在离地百米的风机顶部 去进行更为细致的更换和操作 尽管我们不能像老师这样爬到风机顶部 但是站在风机底下 仰望这个白色的庞然大雾 也已经足够震撼 在风电机里拍摄完日落之后 我们突然看到了一轮明月 从地平线上悄然升起 在这一刻我们突然感受到 这些身穿灰尘色制服的老师们 和眼前巨大的风机也许很像 他们一起矗立在这片广袤荒芜的土地上 源源不断地为远方的城市 注入澎湃的动物 其实大风带来最明显的感受 就是无人机飞一会儿就没电了 只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而正好小巧的Anker Prime充电宝 支持PD3.0多路快充技术 不仅可以给我们的无人机快速补电 还同时可以给MacBook快速充电 这个我们的拍摄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在风电站 Anker Prime充电宝充滞了66%电量之后 我们又踏上了下一种清洁能源的探索旅途 那最后一站 我们来到了层栏叠催的贵州 听说在那里 有一片光伏般组成的赛博山地 我们马上要体验这里最猛的路了 我多鸡卫视频 好鸡卫视频 这个很像我以前拍速降的地方 这条路照往下走的话 基本上可以代表我们城区 最烂的路 在翻阅了重瞻峻岭之后 我们终于抵达了这个贵州单体最大的光伏场站 盘江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 这里一年的发电量可以有13.29亿千瓦时 可以满足超过100万个家庭一整年所需的电量 整个项目长12公里 最宽的地方有3公里 占地大约2万亩 相当于18.5个故宫的面积 那最惊人的一点是 如此庞大且高难度的山地光伏项目 从去年8月份开始建设 今年4月份就已经一期完工了 而这么高效率的秘密 或许就藏在这些同样充满未来感的 运在人机里 后面还有飞机正在运东西 很殆劲 第一次感觉雾这么小 感受到差距了吧老王 相比其他复杂回路的发电方式 光伏发电是通过光升伏特效应 把太阳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一种技术 这一回真就不是切割此感线了 当光照射到半导体材料的时候 材料内部会产生电动势 竟要产生电流 最后通过逆变器等设备 转化为可用的电力 虽说我们来的这几天 贵州的太阳好像蛮晒的 小伙伴们都紧急穿上了防晒服 但无论是年平均日照时长 还是太阳的辐射量 贵州在全国的范围都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那为什么贵州会选择大力发展光伏产业呢 除了减少贵州一直以来对火电的依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光伏基地所在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这样的裸露的岩石 其实在一年以前 这里是一个深度石墨化的地区 由于缺乏土壤和水分 这里几乎是一大片荒地 光伏基地建在这里不仅不会使环境恶化 甚至可以和合适的水土保持措施相结合 防风固沙 是植被有重新出现在这片土地之上 大片的人工半导体材料 如同机甲鳞片一般 批复在这个山体之上 这看似不带人情的赛博场景之下 无数小小的生命正在蓬勃生长 鳞甲是稳固 更是保护 至此三种不同电站也都拍摄完毕 我们也在光电站将Anker Prime充电宝充至满电状态 这些不同电站发的电 就像一条条圈圈细流一起生压 输送到望洋大海般的电网 再由电网统一将这些不同来源的电 调配到千家万户 所以说如果你也想获得一个装满不同来源的电能的充电宝 或许并没有那么难 你只需要足不出户 勤勤上上电 就可以获得五湖四海 这些巨大机器为你发出来的电 最后非常感谢Anker对于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也将这个充满了不同电能的Anker Prime充电宝 放置在了我们博物馆之中 附上了一张小卡片 讲述了它去过的地方 正如我国的电网在不断提升变压器的转换效率 Anker也在积极地研发提升充电宝的充电转换效率 新一代Anker Prime充电宝 搭载了独家高次磁芯和高密电芯 体积缩小60% 充电时间减少20% 这背后也是Anker无数研发和工程师用心自研的成果 让我们的拍摄旅途没有后顾之忧 那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的话 也请我们给我们点赞投币三连转发 这种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